大家好,我是王Sir,今天想跟大家講老師考的英文語文基準時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for Teachers 一年考一次的,如果你這次肥佬,那下年再考吧 有時跳賽一下,一年只能報一次,跟外面的考試不同 不知道你的英文老師考了沒有? 這次拍片不是挑戰任何,想講考這份卷,到底有什麼地方你要特別注意 考得的英文老師,但是你可以問一下你學校的英文老師到底pass了沒有? 如果pass,你指哪份卷pass? 不如看看2021,今天印了兩年的report給大家看 Reading的passing rate,七成,Writing四成八,Listening八成一 Speaking七成,Classroom Language九成五 肥得最多人就是Writing,100個英文老師去考試 有多少人肥佬?有52%的人肥佬 所以教你英文寫作的人都可以呢?我不知道 不過這裏所有paper呢,很多年前已經合格了 不如看看Writing paper 和Speaking paper 犯了什麼錯 不是我說的,教局寫的,要挑戰不要挑戰,挑戰教局 不是的,香港考試平的 paper one,paper one 四百字,以為寫四百字 看看他們犯了什麼錯,Marcus 留意到呢,大致上 understanding of the need to consider innovation say innovation 起的題目 OK,那然後呢,就講他們的organization 他説,看一看我一起看到performance 第二部分就是關於grammar那些東西 看一看,還未講發言什麼問題 看這些report就要有技巧看重點 跟著correction,detection,correction of errors 都是死得最多人的 例如這些字的運用,有一詞多二,老師未掌握 跟著他要去改意思的時候,隨意改 沒有跟grammar的最大原則去講 Full row form singular,單重數還來撈亂 compleased for,please with adjective preposition patterns 還未搞得定 那他有suggestion 看看有沒有suggestion,單重再看 好,speaking Speaking呢,就不難合格的 看看他有什麼suggestion 有group discussion和read aloud 對,這裡有了 60點2 長短音擺位,長短音 有些音是要voilers沒有做到 V音和Z音 不可以啦,PK音 不可以啦 不可以啦 那要improve,我們是有班會幫你的 一對一的 好了,2022的parting rate 高了一點點了 但100個還有45個肥佬 所以老師是否完全適合呢 老師是否勤力看書呢 老師教的東西是否絕對呢 教你的英文都不合格 教你的英文都不合格 那你又怎麼會合格呢 那所以呢 選擇老師是要講技巧的 我說別搞啦,大哥 relect off relect off relect off 動錯 就這樣relect就可以了 因為relect當作動詞 那你說真的 這樣的老師 你跟他學英文都是 學也是這樣的 就這樣講的啦 relecting都ok的 但不需要用beginng 取消off 就行啦 adolescence 和adolescence 撈戀 不是難 沒可能啦 一個是人 一個是自己的period 這些不可撈戀 這些真的有多 我們一對一拍片班 這些中學都要清 不要說英文老師 那其實來來去都是考你 grammar 那些東西 跟著動名詞用詞 跟著一些phrase propositional 怎樣做organization 同樣啦 看他speaking 發什麼就錯啦 We allow candidate most candidate signify over mood 要留意一個mood internation tone speed 還有一些pausing 這些都是一些技巧的東西 要train 你有沒有想著你英文很厲害 不train 你不train就會死 不要緊要的 下年再考 是啊 但是有些客人就定了你 要升職就要合格啦 不升職就不用想啦 還有都是說說 他們那些signpost 用得差 是啊 那些signpost 就是 開句開段的signpost 用得不夠好 下以來的簡單 簡單連接詞 不可能犯這些錯 這些dsc都不合格 那些事 所以就不只是為一個考試咬 平時要多讀書啦 grammar要溫好 實正啦 電話要多啦 一對一拍點都能幫到你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知道 你們外面的老師 到底現在教的是什麼質素 你應該怎樣選一個好的寫作老師 我會看 你不思議 那些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